Hello,大家好,我是小战 小九月他娘家人呢,刚刚打了个电话过来 跟我呢,聊了一会 是他爸爸打过来的 说话呢,态度也还挺好的 然后的话呢,是什么事情呢 呃,这次的话呢,不是借钱 主要是针对我跟小九月就是离婚这个事情 他们呢,是吧,呃,也觉得就说对不起我 其实呢,我的付出,呃,我对他们家的帮助 这个东西呢,明眼人的看得出来 说实话啊,不是在吹牛什么的 对他们家呢,我帮助了很多 比在我们家投入的还要多 我们家的房子,你看,没有小几月家的那么大 没有他们家建的那么高 没有他们家的地盘那么大 然后呢,专修也比不上他们家 他们家的房子呢,至少花的钱啊 比我们贵一倍去了,多一倍去了 虽然说我没有给多少 但是的话呢,是吧 专修啊,还有这个就是 呃,就是建房子 他家的我跟你说,那个电视 都是我送的 然后的话呢,啊 说让我跟小九月就是说 不要再吵下去了 让我呢,是吧,就是退一步 退一步海过天空嘛 让我呢,不要在这种原则 新的问题上面犯错误 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但是他们说我错了,那我就错了吧 我也不跟他们争,是不是 他爸爸的意思呢,就是说 让我跟小九月就是 去把结婚证给领了 反正的话呢,也是清车俗路了 对不对 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顾虑 让我呢,跟他好好过日子 我就这个问题一说,我就有点生气啊 说要好好地过日子 我就直接跟他爸爸说嘛 我说我怎么又不好好过日子了 难道你女儿的所作所为,是吧 你们娘家的所作所为 呃,是我的问题吗 我过去你那边,对不对 给我脸色看 不招待我 然后的话呢,是吧 让我这里拿钱,那里帮助的 我说这个东西,对不对 虽然说啊,我说你作为他爸爸 你的东西呢,也是个长辈 我确实呢,也没什么资格去说你 你在娘家呢,是吧 你也没有说过什么东西 但是呢,我说你女儿,你儿子 你老婆,是吧 对我做的事情,难道你看不到吗 我说我过去你那边,你什么时候是吧 呃,给我好脸色看 每次呢,是吧 都是给我脸色看的 给我白眼看的 我要跟小学,我说怎么在一起啊 怎么重新开始啊 他还替小学打包票了 说呢啊,会改过自新的 我们娘家人呢,是吧 都已经跟他沟通过了 跟他聊过了 在娘家也聊过了 现在打电话也聊过了 这个东西呢,你可以放心 他会改正的 我说改正好像回来是吧 这段时间,这几天 从娘家回来以后 我也没有看他有太大的 这个实质性的改变啊 依旧是我行我素,是吧 该花钱就花钱 该闹就闹 该不满就不满 该跟我妈是吧 发生矛盾就发生矛盾 然后呢,是吧 也不听我的话 我说我完全看不到他有这个改变的迹象呀 怎么改变呢 什么叫改过自新 什么叫重新做人 那就是要把一切的这个是吧 坏习惯 一切的这个坏毛病 全部都改掉 相复教旨,是吧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然后呢,做一个闲内住 做一个温柔体贴的好妻子 做一个是吧 就是说 带好儿子的好妈妈 在外人面前 是不是让人家看见啊 你是一个就说啊 对老公 对婆家 对是吧 公公婆婆 孝顺 对老公呢 是吧 照顾的无微不至 对孩子呢 就是说轻声细语 这些东西我完全看不到 我完全也不能理解 是什么叫改过自新了 我觉得呢 一点都不可信 完全呢 就是他们那边的套路 他们那边是吧 还兵之计 觉得呢 我要跟他在一起以后呢 然后呢 到时候有整我的地方 这个东西能相信吗 我虽然说是吧 我心里面没有想那么多 我觉得呢 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一个人的改变 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 你跟他朝夕相处的 在这个环境中 在这个日子里面 他改没改变 有没有改变 一眼就看得出来 所以说我说行呀 我说那你叫他改吧 改好了以后 那我愿意重新接纳他 但是的话呢 没改好之前 我希望你不要再说 这种事把亚运伤心的话了 我最好呢 你最好还是把它领回去 调就好了 再送过来 估计呢 还有戏 其他事情呢 免谈